很多新手小白经常问我 买了新车到底要不要换掉原厂轮胎 买轮胎是不是越贵越好 米其林一千多的轮胎和几百万的国产胎 相比应该怎么选 大家好 这是三驱兄弟 给爱车挑选轮胎就好比咱们人购买鞋 合脚最重要 博主之前做过很多期轮胎相关视频 反响都相当不错 几期下来 看我跟轮胎相关的资料早已破十万字了 我本人对轮胎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而这期视频便是博主的集大成之作 精心制作了一期轮胎入门指南 真正做到了全网最细 没有之一 我将为大家讲述以下几个版本内容 帮助你快速入门和进阶轮胎知识 了解挑选轮胎必备知识点 询论区同样免费附赠万字PDF轮胎知识手册 除此之外 还有SES店购车指南机油车摩车衣等万字资料免费领取 这次是真的诚意十足 工作量也是真的相当的大 所以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记得关注 三连就对我真的很重要 后续我还会继续更新各种干货汽车内容 并免费赠送万字知识手册 好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原厂胎它只能说是最适合厂家的 并不一定适合每个消费者 车企选择拿换轮胎往往是基于性能和价格的综合考量 一般中标的轮胎都是价格实惠 品牌知名度又高的 车企自然可以选择更好的轮胎 但毫无疑问得加钱 如果你是对操纵舒适有更高要求的车主 我都建议根据自身需求和经济状况 选择更好用更适合的轮胎 另外说句良心话 买轮胎真没有必要光看品牌就无脑充 很多大牌的低端胎未必比得上国产中高端系列 有点田鸡赛马的味道 在研究轮胎品牌特性之前 建议各位车友先检查一下自己车轮骨的规格 否则花费了很多工夫研究自己喜好的轮胎 你看没有合适尺寸那也是白打 很多小白如果是第一次去店里换轮胎 可能会担心自己被电脑板坑了 是第一次来怎么做呢 最简单一点就是去换轮胎时 把轮胎规格品牌要求出具体点 别问什么车型该换什么胎 比如有的小白直接去店里说我要换宝马轮胎 换奥迪轮胎 没有这种说法 人家品牌自己不造轮胎 那就是全自研的比亚迪也不造 给我来一条2055寸的米其林要舒适静音的 或者来一条20565的马牌UC6 这一听就很专业 刮店老板也不敢卖你生刮蛋的是吧 那么轮胎轮骨怎么看的 如何升级适合自己的轮胎呢 别急我们慢慢到来 首先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轮胎规格知识 轮毂用名轮圈 用最小白的话解释 这是轮胎内阔的这个金属大圈 轮毂的宽度决定了轮胎宽度的曲折范围 例如看图中这个轮毂 假设轮毂上面标注为7.0J 7.0代表7英寸 J代表轮毂突然的循状和高度 除此之外还有C、JJ、JK等高度表示 关于轮胎的宽度并不是越宽越好 看个人喜好 一般而言轮胎宽度对行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 油耗和抓地力 而地面接触面积越大摩擦力自然就更强 更宽的轮胎意味着更好的抓地力 但行驶同样的里程却会耗费更多的能量 更吃油一些 觉得车主不需要考虑太多 选择最佳胎宽就行 关于轮毂规格以及适用胎宽的问题 我们大致可以参考这张图表 例如7.0J对应的最佳胎宽是215 而尺寸相近的205、225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大碍 但事实上一种轮毂可以试用的轮胎宽度远不止三种 7.0J1516寸的轮毂 理论上极限都可以装上26575的轮胎 这个具体我们可以参考GPT2978-2014 轿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于负荷 各位车主根据图表直接查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文件的车友 可以直接评论区置顶领取 当然这也是理论数值 实际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所以小白的话还是去专业改装店咨询一下更靠谱 那么轮胎规格应该怎么看呢 咱们可以直接看图 假设一条21545ZR1791W的轮胎 215就是我们刚确认好的最佳胎宽 45代表扁平比 用断面高度处理断面宽度得到的 咱们只需要记住一点 一般扁平比越小 胎币就会越薄 更易于操控 但是减震效果会变差 讲象下F1赛车你就懂了 通常家庭用车都会兼顾舒适 扁平比不宜太低 轮胎更厚一些 在颠簸路面上会起到更好的缓冲作用 而代表子无线结构 即radio的第一个字母 而前面的这个Z则说明了 这是一条高速轮胎 斜胶轮胎的规格用的是BD代表 数字17代表轮毂直径 91是载重指数的代号 RW则是速度级别的代号 关于载重指数和速度级别的对应图表 我直接放这里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参考 在新时过程中 如果复合超载或者速度超过轮胎极限水平 都会有爆胎的风险 买新车更换原厂胎的朋友 这两个指数都应该适度在原厂胎之上 否则就没太多更换意义了 在买轮胎时 也别忘了看轮胎生产日期 一般轮胎的保质期都在4到5年 超过了期限就会逐渐老化 谁也不希望买到库存胎对吧 在轮胎的外侧 你可以找到以DOT开头的一连串字母数字 中间的两串分别代表轮胎的产地和工厂代码 我们主要看后四位 例如3321 这代表这条轮胎是在21年的第33周生产的 换算过来大概是8月中旬 轮胎通常没有假冒这一说法 就和小作坊造不出CPU一个道理 但需要注意一些 肩商可能会偷偷修改日期标识 把旧胎当做新胎卖 这种在买的时候可就注意了 轮胎标识是否为一个整体 有没有接缝或者不平整的痕迹 因为轮胎本身因产品特殊 买到生产日期在两年内的轮胎都是正常的 不放心的也可以在品牌轮胎的电商旗舰店购买 现在流行线上买倒电装的模式 网上买轮胎 再到授权的线下店免费安装 安装轮胎时 inside的标识是装在轮胎里面的 如果标识在外面 就可以确定轮胎装反了 会加速轮胎的磨损 轮胎一般用了什么程度需要换呢 有两个标准 一般正常使用 三到五年可以考虑换 或者当轮胎的磨损标志达到了1.6毫米 或者胎面出现缝隙 骨包等情况 这些都需要及时更换轮胎 否则会对行车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 画纹对轮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就好比我们鞋底的各种条纹 普通设计有着不同的静音和运动性能 尤其是在雨天行驶车辆 好的画纹设计能够极大增强 胎面和路面的摩擦力 防止轮胎打滑 一般而言 经常跑高速的车会选择排气好 散热块 稳定性好的 纵向条形画纹轮胎 经常在一般道路行驶的车辆 会考虑附着信号 更加耐磨的横向画纹轮胎 比如很多出租车 或者跑滴滴 都有这样的需求 对于小白新手来说 研究画纹是极其复杂的 所以UP建议根据轮胎定位的不同 选用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根据定位不同 轮胎可以分为运动操纵型 舒适静音型 经济耐磨型三大类轮胎 静音舒适型 通常是每个家庭用户的首选 适合不追究速度 只通勤代步的车友 运动操纵型 这类轮胎的价格往往会比前者略高一些 适合那些追求灵敏操控 寻求驾驶乐趣的车友 相比换一套高性能的避震 刹车 更换一副运动轮胎 实在是相上不少 一般运动轮胎都是非对称花纹 速度等级普遍在270公里每小时以上 但缺点是舒适度一般 油耗也更高 而经济耐磨型的话 顾名思义 会比其他轮胎更加耐磨 燃油经济性也更好 有些耐磨胎的寿命 甚至可以达到10万公里以上 通常很多滴滴出租车师傅会比较偏爱 但缺点是驾驶体验一般 胎灶路灶都比较大 所以博主并不是特别推荐吧 因为如果是家庭用户 确实没有必要省这些钱 提升了驾驶体验 依照博主自己的经验 500元以内静音舒适胎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建议各位观众买轮胎 不要只关心准备数据 也应该看看NBH主观测试的结果 相信大家都有做网约车 全程噪音嗡嗡作响的经历 这种声音你单去测分贝并不高 就是听着别扭 让你很头晕 在选择轮胎时 切记多看看车友们的主观评价 挑选轮胎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 就是3T标志 也就是轮胎模号 千亿力 深热三个标志 耐磨指数有三个分类 160-300为夏天标准型 160-200夏天高性能型 300-540则为全天候标准型 数值越高越耐磨 但需要注意这种比较 只存在于同一品牌之间 无法完全跨品牌比较 千亿力指数则由刹车的长短来决定 分为AAABC四个级别 AA级最高 C级最次 深热指数与轮胎高速性能有关 指轮胎的抗热量产生能力 分为ABC三个等级 A级最佳 等级越高的轮胎在高速形式中 有效减少轮胎深热 防止轮胎老化使用寿命更长 知道了以上这些 相信大家对如何挑选一款 适合自己的轮胎 已经有了比较深的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解答 正常使用一款轮胎 用到什么时候就应该换了呢 为什么去店里换轮胎 都是同时换两个 是店老板想坑钱吗 以及有哪些延长轮胎 使用寿命的方法 以下的内容相当的干货和实用 如果你还没有给我个三连核关注的话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对吧 一般而言 如果出现侧壁破损或胎面骨包变形 就可以更换了 轮胎使用五年以上 需要定期检查轮胎状态 现在的轮胎胎壁都有磨损指示标记 当轮胎表面磨损到和指示块持平时 意味着沟槽深度已经小于1.6毫米 必须进行更换 如果一条轮胎补胎超过三次 往往也该换胎了 每次补胎都是治标不治本 对其耐压性内高温能力有所影响 每次换轮胎之所以同轴两面一起换 是为了尽可能的保证轮胎化温的相同 这样行驶时汽车能有更好的平顺性 另外同轴轮胎正常磨损程度大致相同 更换周期大差不差 在更换时 同轴轮胎应该保持同品牌同型号 如果希望轮胎能够有更好的使用寿命 节省一些银子 前后驱车可以再使用一段时间 比如行驶两到三万公里后 将前后轮进行对调 让四个轮胎保持在相近的磨损度 等到了轮胎更换条件 一次性更换四个轮胎 怎么理解这个呢 我们可以想想 前驱车在行驶过程中 不管是日常转向 还是加速制动都会大量作用于前轮 这意味着前轮承受了更大的工作压力 磨损和损耗都远高于后轮 所以如果你一次只打算更换两个新胎的话 前驱车可以优先更换前轮 这里顺带分享一条经验 如果行驶时达到某一个较高时速时 感觉到方向盘有明显抖动 速度降下来 抖动又消失了 这就表明 左右轮胎在高速转动时 产生了非对称重量分布 此时就该给轮胎做动平衡了 通过给轮胎内外两侧 加上相应的配置来达到平衡的目的 想要轮胎使用寿命长一点 可以定期用螺蛳刀 锥子等工具 清除轮胎花纹里的小石头 这比较费时间 也很花费体力 要不断反复打方向盘 获取最佳清理角度 跑长途前 可以检查下胎压 维持在合适范围 根据国家橡胶轮胎质量 监督检测中细研究表明 如果胎压高于或低于标准10% 轮胎寿命会减少4% 如果超出20% 寿命则会减少25% 而合适的胎压 能够有效减缓橡胶老化 话说在这两年 在电动化的趋势下 新能源渗透铝不断攀升 越来越多车主选择 电车作为通勤工具 可是当我们打开网店 会发现 不管是米胖子的E0月 还是马牌E-Contact 价格普遍比普通轮胎高出一头 电车轮胎为什么更贵 是这张税吗 新能源可以用普通燃油车轮胎吗 电车轮胎和普通轮胎相比 往往胎币会更加坚硬 这是因为电车普遍更重 轮胎需要支撑更大车重 使用更坚硬材料 也能减少轮胎的磨损 延长使用寿命 通常来说 普通燃油车的重量 往往在1.5到1.8吨 而同尺层的电车 搭载电池组后 很轻易重量就超过2吨 还有电车 由于没有变速箱和换挡结构 动力传递是直接的 燃油发动机往往起步时扭矩很低 但随着转速提升 扭矩越来越大 电车则正相反 会在起步时就输出最大扭矩 随着转速上升后 扭矩反而会衰退 因此电车轮胎磨损速度 往往会比燃油车快30% 因此轮胎厂在设计电车轮胎时 会把接地面做得更加柔软 以便产生更大摩擦力 匹配电车更大的顺时加速度 另外过去燃油车发动机 可以遮盖很多不规则声响 比如胎噪 风噪 还有底排悬挂声响 但电车在工作过程中 几乎不产生噪音 这使得前面这些不规则噪音 反而成为了主要因缘 因此电车轮胎也需要被重新设计 为了保证车内静密 会使用专门的胎面花纹 以及塞入一些吸音泡沫 现在的电车通常也不带备胎 因此自修补能力也是必不可少 最后企业在设计电车轮胎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便是有意识降低轮胎滚动阻力 这是判断轮胎很关键的系数 即使燃油车也有14%到20%的能源损失 是由轮胎滚动阻力造成的 电车车重大肯定就更高了 在当下电车技术发展 成本降低遇到瓶颈的情况下 给电车安装更低滚动阻力的轮胎 就成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案 即使一点点轮胎滚动阻力降低 也能提高非常多的续航里程 而有研究表明 这个续航里程的提升 甚至可以达到50至70公里的 相当夸张 但如果你问 能不能给油车换上电车轮胎呢 就能体验更好的使用体验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会造成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更贵 所以土豪请随意就好 最后博主还想说 好码配好鞍 选择轮胎不一定要唯品牌顿 而是应该从自己的使用场景入手 把钱花在刀刃上 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 这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你可以看到现在 更详细的轮胎购买指南 型号推荐 可以看我们评论区置底 领取PDF手册 相信在那份资料的帮助下 你一定能独立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轮胎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不妨给我个关注和三点 我们下期再见